开始啊 现在半岁的这个熟悉的北京音乐哈 这一期的品球开始了 那个那今天看吧 这个脸上面前有个笑容 为什么呢 说这是好几期节目吧 终于有球吧 哎呀我操 这都不容易了 这个球怎么说吧 长外的事吧 就嫌不叹 那天叹了这场比赛啊 这场比赛怎么说 一开始上半岁看的很郁闷 于是一开始 哎三分钟就一定了 这不知道这个仿俗怎么弄 其实是顶忍不尽 主要是莱昂和这个 李胖还有国亮 反而护卫中间的那个展位吧 好也长了这个 仿俗就是上次出的问题 尤其是这个 国亮王后祝宫以后 幽默把阶级片开破地 对方从这个方面搭配了很多 但是今天那个球 把相应从左边投进来 那个江志鹏 这个强贯这个球 就是说很可惜 打一个理直尾文 但是现在我操这个 别人怎么四点半不好 好歹下半场吧 把球摆回来了 把比赛逆转了 我就比球赢了 但是这个球赢了吧 赢了也很不错 那马尔克比达 我不能满意 赢了也很不错 就说 这个冲突这个事吧 我也不多说了 打起来明白 你说你安东尼奥 你飞来 你飞来又踹过来 你飞去 你飞一下 又沉一下 你说你飞也走 我飞你想什么了 还有没有比较王家宇 那这个表演都是比较健庇 不是我说的 别以为那叫上海深行 那个是大城市的意义 那还是远向人家 比如说无法弄 说实际上 比赛裁判偏谈 我觉得 唯一 有三点争议吧 就说的比较多 第一是那个点球 那个点球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赵德鑫是从侧面过来 先给的审理接触 这又不是 不是百分之五十的球 他是在拿不到球的情况下 他做了这么一个动作 我觉得是犯鬼 吹点球应该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有人会质疑 这么个很明显的点球呢 我觉得是这么个问题 因为他讲到的一枪 碰上的球 硬是根本不垂 比如说 你球队没有关系 你是个小举 你是个热队 你也不跟你倒倒 他也埋不了万大学 他也不能跟无脑似的 那么不要脸 是不是 一般的球硬都不给垂 然后他整个裁判 空中给垂了 那又受不了 为什么 你说这个球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第二个你说呢 那个另一球 原位的是 原位这个球 来摄像师给一下 我们这个大屏幕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在这个点上呢 在摇摇山起初一瞬间呢 刘健应该是属于 三名叉子圆的最后一位 从这个角度很难看 越无越位 但是前两部球 应该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 这个是比较清醒的 但是得风的刘健 又不越位 可以说是在好里之间 比如说这个球 边才没有 胖不胖越越 我觉得都缩了回去 谢谢 谢谢 然后 就是这么一个球 就 招致了黑能力的更容易 不安 是我们最后 不游场球不容易 那也不至于怎么样 是不是 我们整个事 其实说 说裁判怎么怎么定 就是 你看看能否接 是吧 我们被他们黑的时候 没人说 他们稍微公众一点 就说我们没裁判 我觉得这个 我记得很可笑 一开始 你一直被你黑 你常常不黑 那个 你是不是 花钱 跟你说 你该白黑我了 我讨人家有病 是不是 现在这个事 就先说到这个地方 咱这场比赛 有很多要说了 还有新闻发布会这个事 新闻发布会这个事 就是两位主角恋都做得比较有意思 主君主君啊 一句话不说 不知道是 一句话叫 哑巴吃黄恋 又哭说不说 但是他好像不是哑巴 他会说话 你不说不说 可能他当时不哭 他觉得比你转很郁闷 但是第二天在微博上 一开始说这个 我觉得这样就没意思了 打开那话说的话 其他事前六的医院都治不了 你这可彼 Hollywood 抽 questão 让杨 Lim 答案 estavam 重致说 连了三次比赛 第一次说是 对方主教练 执一阵阶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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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eroli阶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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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你為什麽說你沒看眼啊,那麽好說起來啊,說你是別人人的麻煩,不然你留好把表,那麽我們希望是這個樣的,但是我覺得你作為一個主角鏈,尤其是你的主場,你要給自己的隊員一宗,是吧,一宗系列,是啊,就是你來我們的主場裝逼幹什麽,連這三個主場都出了這麽問題,我覺得那一切都不會有的,有那個國指導在地的時候,都會記得說,你散了什麽東西啊, 啊,對不對,我覺得吧,這麽一個主角鏈,不知道楊島這個服務哈,我覺得他其實,從我直接上來看,並不適合擔在這麽位置,尤其是這個林昌映變的這麽能力吧,還是欠缺了,那現在我覺得,尤其,而且他之中的鼓舞,隊員氣勢這方面,也是比較欠缺了,所以說希望楊島能夠儘快的哈,要不你就別幹這麽位置,要不你要幹的話,你就,拿出來 這麽一點點,能信服的東西,不過說,這麽球贏我們的選手是很簡單,明天這個,周先生,不知道怎麽處理這麽事,弄不好,會有停賽了這方面的原因,包括大人的體股隊員哈,也不知道怎麽處理決定, 但尤其怎麽說過,這麽全部是拿下吧,拿下吧,就說,先給一個穿襲之急,走這麽底下的回歸,可以說,在右前方,住口非常不好,而且防守也很積極,橫國球隊,他都穿了一線下巴,前方打得比前兩場,是有很大的頸部,但是他在前方那麽些,主演任何順利監,都很難擔當一面,劉健也比較激動,但是蠻好當父親,在這麽祝福他, 也希望我們球隊吧,在以後的道路上,也不留好,下一場比賽可讓他河南,應該是一場硬的,希望大家能夠,可服行列上的障礙,走這麽去道好成績,謝謝大家